10日中午12时许,广州市白云区西茶路一协厂仓库发生爆炸。 据白云区政府通报,截至目前,爆炸造成4人死亡,36人受伤。 初步调查爆炸原因,唯一货车在仓库旁卸货过程中发生爆炸,引燃仓库内货物。 记者从广州市卫生局了解到,爆炸受伤人员分别收治在广州多家医院。 广州市第一人民医院急诊科主任卢建华告诉记者,该院供收治伤员11人,多为轻度和中度伤势,伤者神志清晰。 黄先生在此次爆炸中受伤,当时他和妻子带着一岁多的小孩路过爆炸地点附近,为了保护家人,他用身体护住了妻子和小孩,自己的头部被飞来的重物击伤。 爆炸发生地附近有医幼儿园,园内有200名小朋友。爆炸发生的冲击波,击碎了窗户玻璃,导致十多名小朋友脸部、腿部等位置受伤。 目前小朋友正在广州市的医院接受治疗,伤情不太严重。 目前广州市已成立事故调查小组。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